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有消息称,白索成的儿子女儿,女婿 乘坐直升机逃跑时,被果敢同盟军击落坠毁 白索成请求彭德仁暂时停战七天 为儿子女儿发丧 果敢同盟军总司令彭德仁同意停战七天 毕竟,白索成曾经是彭家生的二把手 虽然叛变彭家生 看到白人家的惨状,彭德仁也是心有不忍 果敢人有个传统 死者头七很重要 果敢同盟军发起这次战争 时间也是选在卧虎山在死亡的中国人第七天开始的 10月20日,卧虎山在集体屠杀中国人惨案 10月27日,果敢同盟军发动军事行动 卧龙山庄位于缅北国感 是盘踞当地的最大的电信诈骗园区之一 基于网传消息,2023年10月20日 缅北大佬明国安控制下的卧虎山庄 为了躲避中缅双方的打击 在转移受惠人员时,对100余人进行无差别的射杀 60人当场身亡 10人被带走处决 带头反抗的4个人直接活埋树下 那就是缅北开始的导火索 1020事件,11月12日 有关部门发布悬赏通告 通告内容称,经警方侦查发现了 明学昌、明国平、明居兰、明珍珍 4人系缅北国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重要头目 11月16日,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 明国平、明居兰、明珍珍3人被成功抓获 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官方重拳出击 可见事态严重 与此同时,柜圈受到波及 知情人挖出,缅北苍盛科技电炸园区 创始人白颖苍曾高调举行生日宴会 还邀请国内明星网红站台祝贺 画面拍摄于一场生日宴会 宾棚满座,氛围欢快 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祝福花絮 众多的明星出现在视频中 其中不乏大众声望较高的明星 包括香港的曾姓男一人 台湾的刘姓男一人等 有人直呼其名 我祝白颖苍生日快乐 有人出口成章 三十功名沉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岳飞的诗句引用在如此的情境下 讽刺效果拉满了 此处大雄只想插播一句 笑谈可饮匈奴血 视频曝光之后 众星给缅北四大家族成员庆生的新闻 占据各大媒体头条 这种人什么立场 这得被封杀了 给恶势力送祝福 相当于给电诈集团站台 网友们十分的愤懑 将他们一词八出 称作缅北代言明星 很快 某位涉事明星经纪人喊冤 我们不会给这样的人录 随后大吐苦水 义正言辞解释 每逢过生过节 亲戚朋友都会拜托 艺人送祝福 艺人碍于情面 就会进行录制 内容大多套用模板 也不会去核实 祝福者的具体身份 录一个祝福 并不代表说我们支持他 根本不搭边 大家现在特别容易断章取义 另一位曾姓知名艺人 称自己并不知情 适应内地的朋友的要求 祝贺朋友的朋友 但经过这件事件 但经过这次事件 以后若是不熟识的人 都会拒绝 艺内人士透露 常常会有明星接私伙 出售祝福视频 根据咖位不同 费用从几千到几万 甚至十几万 不等 给钱就录 一句话的事而已 过气明星戏不好接 挺多会挣这个钱 连广告代言都有风险 收到视频的人 必然会拿明星声誉 为自己背书 无巧不成书的事 明星贺授事件曝光后 又有网友扒出陈年老瓜 一位出演仙侠暴剧的女演员 曾经拍摄视频 这里是缅甸北部 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娇贵的小公主 此类主题视频 一段时间内成为网络热门 人们争相的网络 起初视频本业是为了反诈 然而 在二度创作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 却对缅北产生了好奇 甚至心持神网 艺人拍这个不好吧 想让人去割腰子 不是什么梗都能玩的 简直应该拉出去边形 有人叹息艺人学问太低了 格局不大 有人认为公众人物必须有敏感性 以免造成不良的引导 毕竟明星是公众人物 言行举止代表着自身价值判断 即使明星本人并不知情 经纪人也该严格把关 所谓艺术之精 应该是常人表率 为了明气金钱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什么热闹都凑 自然不是良心善举 必定也会招致不好的结果 艺术无国界是非要分明 2022年2024年 网红李赛高 是缅北诈骗犯的消息 冲上了热搜 此前缅甸小伙李赛高 凭借一副朴素的形象 翻唱中国歌曲成为网红 吸引百万粉丝关注 李赛高共计发布了152个作品 最早的作品发布于2020年11月 他与另外五人翻唱的《踏山河》 获得187万点赞 《万江》获得144万点赞 这些充满牧林友好氛围的全曲 十分的机智 很多粉丝沉醉于他们的歌声 甚至产生了异国旅游的想法 从而与偶像亲密接触 然而没多久 李赛高的真实身份曝光了 国内多个社交平台均出现了信息 称其是亨利集团艺术团成员 亨利集团是缅北 臭名昭著的诈骗团伙 酒店房地产都是掩人耳目的摆设 核心业务是电信诈骗 贩卖器官 这些信息不仅有自媒体账号发布 还有众多的官方账号专载 工作人员表示 很多地方部门通缉 既然官方已经证实了 肯定不会有错 截至账号关闭之前 李赛高的高赞评论 大部分已经变成 听说你要割腰子 大家小心被骗等信息 尽管李赛高本人拒不承认 一直说自己被冤枉 但其室友被扒出身份 系再逃通缉犯 曾私信邀请网友前往缅北 不愧电诈达人 花招真的太多了 2023年10月 一名特殊的嫌疑人落网 张某贤在哈尔滨经营一家外科诊所 为了补贴家用 他寻思依靠手艺 另谋出路 他在网上搜到了 境外高薪招聘医生的广告 于是欣然前往 飘洋过海抵达园区 才发现上了贼船 街头人是境外的舌头 带他偷渡到缅甸国赶 某大型黑灰产业园区 从事医疗工作 由于初诊高峰期 大都集中在晚上 白天空前很多 为了攒更多的钱 张某贤主动 找到一家诈骗公司 白天从事诈骗 夜间兼职出诊 每晚他都被要求 去不同的赌场和诈骗公司 治疗受伤的同胞 有人翻墙出去 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一枪 张某贤印象最深刻的是 某次出诊现场 他亲眼看到一位同胞 被盾气击伤了大腿 伤口被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对方根本顾不上喊疼 一脸卑微的神情 向武装人员反复求饶 张某贤心生恐惧 不敢多 迅速将伤口缝合 急匆匆的离开现场 流血就包扎打针 反正不死就行 长期耳闻目睹如此场面 赚钱无处花 人生没自由 生活不再充满享受 反而担惊受怕 倒还不如啊 他是赚钱 张某贤决定 结束这段地狱的刑场 于是反手报案 主动联系国内相关的部门 将他解救回国 不过幸运而只是个例 奉劝普通人不要以身涉险 反诈题材电影孤注遗址中 演员金陈饰演美女何冠 他认为自己见多识广 美貌聪明 去到眠北求职 可以鹤立鸡群 实现降维打击 如果不是剧情安排 让他得欲贵人 死里逃生 他的下场只会和众多 眠北小公主一样 被人欺骗玩弄 或者暴力致富 等到色衰爱吃之后 成为牢中的猪仔 树下的养料 此前 眠北网红 萧爱顺被捕 因为涉及多起的绑架 以一人三万的价格 进行人口买卖 这些被卖的受害人 初心只是为了生存 很多电诈人员 都在浮夸人设 宛如旅游大使 极力宣传缅甸优点 说当地工资高 轻松就能月入上万 几千块钱 就能娶到一个漂亮老婆 不明真相的人 被天上掉落的馅饼迷惑了 自然就会走入深渊 寻常人吃小馅饼 名人则吃大馅饼 大众都知道 演艺圈一本万利 艺人们日进斗金 人人都要吃饭 然而有些饭能吃 有些饭不能吃 吃了不仅不管饱 还会砸了饭碗 花团紧簇的话题 可以借视城东风 灰色边缘的内容 最好敬而远之 作家冯伦承言 跟谁一起做事 决定事情的性质 拿民出民迹 小凤千举例 他要是找民工 扫黄就扫走了 他找蔡厄 就流芳千古 他要是跟华盛顿 那就是万人之上 所以城市的关键 有时不在于做什么 而在于跟谁做 背书和带货亦然 选人选品是关键 曾有名流唯利师徒 为传销站台 背一身的骂名 前途戛然而止 白月光董结 凭借良好的品味 在带货界吹起了一股文艺风 收获大批的迷媚 以及卖货进账 其他很多艺人 却因为推出与自身水准 极不符合的产品 饱受争议嘲笑 当你用着四位数的保养套装 和平民推敲九块九包优的口红 会有说服力吗 答案可想而知 德行配位 才免殃灾 节目最后 我们还是聊回缅北战事 目前 国感同盟军没有急于进攻老街 不断消化开战以来的战国 老街市区 缅甸政府正在到处的查找中国人 一旦发现中国人立即拉上车 适时的送往中国 老街是这场战争的焦点和关键 双方都在大战前 将无关人员清查 缅北看似平静 暗地里都在摩拳擦掌 准备一场大战 有消息称 缅甸当局已经暗地里 与国感同盟军进行谈判 谈判条件 一是国感不能独立 缅甸不能搞分裂 二是同意国感同盟军 对国感的统治 但是必须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内 三是共同清除电查犯罪 这次缅北的战争 让缅甸人民保卫军 看到缅军战斗力的不足 他们还不断地在缅甸各地 攻打缅军军事基地 缅军事基地